我也經歷過,郭梁,我也經歷過 我記得在96年、97年我們提這個刑法41條的修正案的時候 當時的法務部次長是我們現在的總長黃世民先生 甚至呢透過這個自由時報,這個還不敢當指名道姓的講我 他說藍營的立委推動有錢不用關,沒錢抓進去關 好大的字,標頭好大 我們也經歷過這樣 那後來呢,我們也沒有給他通過,我們通過了對不對 我們推動成立,就是這個社會服務社會勞動 社會勞動一通過以後呢,不管是學界、司法界、律師界、社會各界呢 都一致的讚揚 所以啊,國良,我們立法委員,任重道遠啊 很辛苦 那剛才提到這個我們廖正錦委員,還有謝國良委員都有提到 像ケーターミン改列二級 這事情可不可以談? 其實可以談的 包括我們今天呢,談呢 這個刑法四十一條 這個來修正 宿罪併罰的事情 來做一個調整 可不可以談? 其實可以談的 這完全是觀念的問題 觀念一通啊,就擺通了耶 如果不通的話,永遠都不會通啊 比方說,這個ケーターミン呢 改列二級 我們是可以從這個源頭啊,來做管制 比方說,像自毒的,販賣毒品的 那我們重罪來罰 那至於說,學生的部分 我們可不可以,來做處罪化 這些啊,都可以去談的 就是說,你要找出最好的方法是什麼啊 解決問題的方法是什麼 我們就是一昧的反對 就像我們當時,我提那個刑法四十一條的修正案一樣 那我今天,我要談到這裡的時候 我就是說 那我們刑法四十一條 這個,易服社會勞動的這樣的制度 當時我們提案的時候 就是說 我們的想法就是說 不論其所犯之罪 是什麼罪 只要被法院判刑六個月以下的被告 都可以用這個異刑處分啊,來替代 目的是要讓異刑處分制度呢 更符合法律的一個公平性 為什麼說 這個五年以下 判六個月以下 他就可以一顆法金 為什麼 重罪的部分 五年以上 重罪的部分 判六個月 同樣是法官在判六個月 他就不能一顆法金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一個想法嘛 這樣連帶也可以解決 我們監獄啊 人滿為患的情況 所以我們當初從提案到審查 我是受到很多的 這個責難 後來啊 總算在 各 我們司法法制的委員 同仁還有法務部的共同努力之下 創設了一幅社會勞動的這樣的一個制度 也在九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三讀通過 在九十八年的九月一日上路 啊 啊 以這個一幅社會勞動的方式 來替代一顆法金 讓這個一行處分制度啊 更符合這個 法律的公平性 也可以解決 目前監獄人滿為患的一個情況 啊 也可以減少法官重罪侵判 還有縮小短期自由行 流幣的情形 不是嗎 就是這樣嘛 那你剛才也有提到 市長也有提到說 我們的觀念就是避免 這個短期自由行的 避害嘛 這些避病嘛 我們要去除嘛 哦 那我們今天 廖早尾提了這樣一個案子 是對是錯 是好是壞 其實可受公平 可以一起來做一個探討 好 那他刑法 他提出的刑法四十一條 五十條及五十四條 都是為了解決訴罪併罰的問題 那我們就要必須回歸到當初 創設議服社會 社會勞動還有議科法金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要創設一顆法金的目的是什麼 社會勞動的目的是什麼 那我要請教法務部的就是說啊 議服社會勞動 我們上路到現在啊 有多少件法院判決六個月以下 得議服社會的勞動的案件 而法務部呢 準與議服社會勞動的有幾件 這樣的執行狀況 法務部認為你們滿意 有達到當初我們修法所要的效果嗎 有沒有 報告委員我們非常感謝 委員在九十七年的時候 推動議服社會勞動的這個法案 那這個事實上是各界都叫好的 當時為了這個法案 我們在政黨 在協商的時候啊 當時的次長啊 黃世民次長 還跟我說 他說反對 那我指著他說 我要跟你打比仗 不是要跟人打架啦 要打比仗 大家來寫文章啊 來打比仗 那後來呢 經過溝通以後 就是達成這個目的 到最後 社會各界都一致肯定嘛 包括法務部現在認為是功勞一件啊 功勞不是我們的 是委員的功勞 剛剛問你那幾件事 到底處理得怎麼樣 國報告委員啊 這個九十八年九到十二月 因為是九十八年才開始施行吧 總共有九千五百四十二件 是異服社會勞動的 那九十九年是有一萬八千四百八十八件 一百年是有一千 一萬四千六百件 一百零一年一到九月有一萬零七百七十二件 這個是準一異服社會勞動的 所以那我的理解 這個異服社會勞動 只要提出申請符合規定 我們都會準 所以比例是很高 你看 你那個比例那一萬多件 是 如果你一萬 我當時沒有修這個法的話 你現在監獄擺得下嗎 不是你那六萬五千多人耶 對 你擺得下嗎 這個接近八萬人耶 天啊 是 所以一個制度的好壞 法律的修正影響是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當時的出發點 是為了建議人滿為患 幫你們法務部去解決問題耶 所以呢 我覺得你們那個心態啊 要去做調整 你知道嗎 要去想一想 我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我要請問法務部 我們建議人滿為患的狀況 我們到目前有改善嗎 沒有 那根據我們法務部的統計資料顯示 就是 矯正機關八十九年底到一百零一年七月底 實際收容人數跟核定融額比較 核定融額有五萬一千三百一十人 增到五萬四千五百九十三人 但是各年均呈超額收容的狀態 在這個期間除因施行九十六年 罪犯減刑條例 導致九十六年底 平均超額降 超額率降為1.2%之外呢 整體超額收容率啊 逞增之四 逞增之四 到今年的七月底 已經達到多少你知道嗎 百分之二十點五啊 所以 監獄超收的情況 一樣相當的嚴重啊 對不對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將人關進監獄 我們希望的是 讓罪犯為所犯的罪 負起他的責任 得到矯正嘛 而四十一條但書 我們請大家仔細聽一下喔 我們四十一條的但書也說 判刑六個月以下 難收矯正之效 或難以維持法律秩序者 法務部呢 才會准 准與 申請 異科罰金 或是 異福勞動 對不對 市長 是不是這樣 四十一條的但書 是不是這樣說的 報告委員就是 如果 異科罰金 或者是異福社會勞動 難收矯正的效果 或難以維持法秩序 是不准異科法金或異福社會勞動 對啊 是 既然是這樣 那換句話說呢 我們要將受到法院判刑 較輕的人 關進監獄 不是看他是否訴罪病罰 是否超過六個月 對 或是訴罪 訴罪病罰的範圍 更會造成 壘罰的 這樣的一個效應 所以 本席在這裡 我是支持 廖昭偉的一個修法 我也支持 謝國良的一些意見 委員的意見 我們希望法務部 可以來支持 把你心靈的那扇窗 打開來好不好 想一想 真的要打開來 不管是 這個 我們 這個訴罪病罰的問題 刑法修正的問題 還是說 這個 K他命 改列二級 或是有其他更好的方式 這就是方法嘛 就是問題是什麼 我解決問題的方法 發生問題的原因有哪些 那我們解決問題的方法有哪些 什麼是我們最好的解決辦法 我們透過立法技術 我們可以來做處理的啊 這是你們的專業啊 應該可以做的 不是說完全不能做的 那當然你說啊 這個避免這個短期自由行的一個避害 問題是說 我們當時推動這個 這個 要把受刑 法院 教卿 法院 這個 判刑 教卿的人官進 建議 不是看他這個 訴罪病罰或是超過六個月嘛 而是要看他 是不是 惡性重大 是不是 能受 矯正的效果 這才是我們要的嘛 所以我們 Focus我們的重點 Keypoint 抓住了以後 那我們才有辦法去解決問題 如果我們的心態 還是很保守的心態 認為說我們滿身都是刺蝟 你們提的都是不對的 只有我才是對的 那永遠啊 我們社會就不會進步了 我們的法治啊 就不會完備 那我們有聽到很多的聲音 各界的聲音 我們也是會站在立法的高度上面 來做審查嘛 我們做這個推動 剛開始 觀念 可能你們沒辦法接受 但是總是要做一些溝通啊 溝通以後 經過充分的討論以後 如果是對的 我們就 透過 立法技術 來做一些 調整 不管是 這個 宿罪病罰也好 不管是這個 K他命 要不要改列二級 或是要怎麼樣 最起碼 你可以 像K他命的部分 你改列二級又怎麼樣 那 你就從源頭來做管控嘛 對制毒的人 對販賣者 加重其行嘛 對那小朋友呢 那些 誤觸法網的人 你有沒有其他的方式 就像我們推動 這個 一服勞動一樣啊 一服社會勞動一樣啊 總是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解決嘛 什麼是最好的方法 才是我們要的嘛 好不好 市長 你很聰明啊 而且你學養是不錯的 算是我比較尊重的一位 但是觀念有點保守 我跟委員報告 難怪我們謝國良委員要嗆你啊 我跟委員報告 第一點 刑法41條以及50條 這個54條 可不可以修正 我建議啊 是不是 我們再去刑法研究修正會啊 再細緻的來討論 對 如果可以可行的話 我們眼裡比較細緻的條文 因為如果按照現行的條文 可能在實施上 可能會有一些問題了 這個第一點 第二點 關於這個KENAMIN的問題 事實上法務部已經建議行政院 這個加重他販賣製造運輸的行責 我們已經有把修正討案送到行政院去了 就是這跟委員所提示的一樣 就是加重製造販賣運輸的 這個人的行責 至於 私用的人到底要怎麼樣來處理 那我們現在正在這個 演你具體的方案 那我們會盡快的去處理這個問題 這個方法也找出來了 當然以前那個圖審責委員的時候 他說要把KENAMIN改成四級嘛 除罪 但是他也認為說 要把這個 這個 除罪化是針對學生的部分 但是對那個販售者 自讀者呢 他是加重其行的 是這樣的一個方法 他是殊途而歸 同歸啦 就是說有些是要把它變成二級 有些是要把它變成 委員要變成四級 那如何去取捨 如何去拿捏 這個 我們立法技術 其實是可以解決的啦 對不對 可以解決的啦 甚至說呢 那他突醒的委員是說 那你乾脆 就是 把它 不要把它當毒品 但是呢做個管制 如果要賣的話也可以賣 但是由誰來賣 由公立的醫院 醫師開診斷證明 來賣啊 他是這樣子認為啊 但是 制毒的人呢 我們加重其行啊 對不對 所以方法有很多啦 要稍微 把心胸打開來一點啊 不要像刺蝟一樣 各界的意見 如果是好 對社會好的 我們都可以接受 是 謝謝委員指教 謝謝 好我們休息五分鐘 休息五分鐘再繼續